这一题其实非常简单 就两个相乘的结果帮我显示出来 那以前我们写的话很简单 反正就相乘的结果把它printed出来 可是这一题他是希望把它写成这个制定函数 56乘上11 Enter 616出来 当然刚好同学问到说 如果你将来不直接 这个题把两个相乘不就好了 直接printed 那他会不会知道呢 他应该会知道 不然的话 如果说大家都这样写 那根本这也没有考的意义啦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 你不能够直接把结果printed在这边 而是怎么样 你必须要 另外 再建一个那个 这个他要的这个 制定函数 而且名称也要叫做compute 那里面的话要传一个xy的值给他 那xy的值之后要return return最后的结果 帮我把这个结果给放到这边来 所以呢 如果类似像刚刚的写法 第一个啦 我们就是要输入两个字 所以输入两个字 第一个 第二个 就把这个 a跟b好了 直接输入 那输入之后的话呢 我们有a跟b的值 放在这边 那并且把它转型 因为它原来进来是字串 那把它转成 数字之后 接下来printed的时候 以前我们是相乘的结果 不过相乘的结果 我们不能直接说 a 乘上b 就把它拼得转 而是怎么样 要把a乘上b这个部分 把它另外独立出一个什么 df 就是一个 制定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名称呢 它也要叫compute 你不能叫别的名称 只是呢 这里面的引数 那个 提本里面是要xy 不过这边 我印象中是不一定要加xy 只要有传递引数过来 然后呢 传这个a跟b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是 最后把结果return 这两个相乘 所以 将来如果你要引用的话 上面如果有一个compute 你就可以 直接把这个compute 带过来 然后后面的话 如果它有两个引数的话 记得你就要带两个引数给它 如果你没有带引数给它 执行的话 它应该会发生错误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给它东西 所以 那这两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 从这个a跟b带过去 a跟b 所以这个值跟这个值输入之后 把这个带到这边 这个带到这边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这两个名称 有没有 未来 特别注意 这边叫a 这边 是不是一定要叫a 规定 你可以叫a 或者你可以这边把它改成xy 但是问题 如果你这边改xy的话 那你记得 这边 也要改成x 跟y 你不能说你上面改xy 下面没改 那这样的话 它回来结果一定是错误 所以 基本上的话 我们 最后它会把这个相乘的结果return回来 那它会把结果帮你丢到这边 就print 那个结果 OK 好像多一个步骤 不过 有些重复性的动作 假设那个程式不断在重复 那你就要写成制定函 不然的话程式会不断一直写 一直写的话其实蛮浪费的 而且 执行效率也不好 这样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输入56 Enter 11 Enter 那它就怎么样 把56 带过去 它就变x 这个b带过去变11 那两个相乘的结果return回来给我 Enter一下 那这边的话应该就是616 OK 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大概架构是这样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注意 Return的话 记得一定要 而且 这个Return你不能不缩牌 你不能说写在前面 这样也不对 OK 另外的话 DAF一定要写在上面 如果你把它写在下面的话 应该会出错误 你可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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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